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启动首日金融市就有6517人解除隔离 比原先预估多出了好几倍 至于有确诊者民众质疑金融防疫关怀包内 没有付快筛试剂 市长作出回应 金融市4月27新增478例 年龄别以25岁到34岁及55岁到64岁最高都是70人 至于居家隔离人数 在4月27号实施居隔三加四方案后 有6517人解隔 金融市居隔人数仅剩131人 本市居家隔离的人数 在今天之前是有6648位 不过中央三加四的新政策上路之后 本市现在最新解隔的人数是6517人 所以目前我们居隔的一个人数只会剩下131人 刘昌也在疫情记者会上对于何谓居隔三加四方案 再做一次详细说明 三天就是居家隔离 四天是自主防疫的管理 如果你的居隔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七天 已经超过了七天 那你就是自动的解隔 你不需要再重新算四天的自主防疫的时间 所以大家参考一下我们现在秀在荧幕上面的这个图卡 其实就是非常清楚 你居家隔离就是三天 三天之后 如果你要出门的话 那就是用快筛的试剂 然后是阴性 那你就可以出门 不过这一部分是自主管理 那政府也不会去 这个去击合 去查查 但是现在因为进入全民防疫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希望整个疫情能够稳定的一个发展 需要全民大家一起来配合 对于实施首日 有民众反应 没有收到解隔通知简讯 金融市这种方面也提出紧急应变措施 呼吁市民直接拨打防疫专线 由接线人员为大家做电子围理解隔 你可以拨打我们的防疫专线 24565861 或者是24276154 我们总共有30线 那有30位的这个直击的同仁 会在线上来为大家做这个相关的一个服务 你打这一支专线进来 然后我们会逐按的为大家来进行电子围理解隔的一个动作 至于有确诊民众反应 金融市政府提供的防疫关怀包没有快筛试剂 牛昌曾经表示 只有确诊者同住家人才会派发快筛试剂 只有居家照护的这个确诊者 他才会有防疫的关怀包 我再强调一次 居家照护的确诊者才有防疫关怀包 那确诊者是本来就没有 那这部分大概就是10天 你如果是确诊者的话 你就是这个10天的去做自动的一个解割 所以这个居家照护的确诊者 他拿到这个关怀包的时候 他里面会有血氧机 针对台北市长柯文哲提出 软性封城的说法 牛昌坦言不懂他的意思 不过强调未来绝不会是封城 而是自主防疫 他更提出三条防线 作为后续防疫的重点做法 三条防线 第一条防线就是个人的自我的防疫的工作 要把它做好 第二个就是利用快筛的一个试剂 来随时监测自己的一个健康的状况 如果快筛有阳性的时候 就走阳性通报的这个专线 另外呢 如果是在一般的这个场合的话 那就是怎么样去保持你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距离 然后随时的去提醒 然后随时的去提高警觉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而金融市公车传出有司机确诊 PCR后确定是染疫 因应疫情升温 公车处方面目前要求司机 每日上班前要先进行快筛 维护搭乘民众的安全 发车前 公车司机仔细的在每一个座位擦拭消毒 连握把及方向盘也不放过 发车都这个按键 方向盘我们都擦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有摸过的地方 尽量都擦一下这样 因应新冠疫情 就用施工车处方面规划了严格的防疫措施 不但每辆公车出车前要全面清洁消毒 各分站司机不进站打卡 用餐休息以避免群聚 因应近期疫情升温 更要求每位司机上班前需先进行快筛 这个需要我们都规定分站的我们的司机同仁 不要进分站打卡 减少这个两人以上的这个群聚 然后在分站里面不能够有两个人以上脱口罩 这个吃便当喝水这个动作 这个都禁止的 那尽量在户外来来实施这个用餐 不要群聚 那另外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也规定 每档回来都要消毒 那除了我们发给司机这个口罩跟面罩以外 那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在车上装有这个 透明的这个围帘 减少我们司机跟乘客的这个接触 尽量能够避免 那另外我们最近也规定 这是因应这个Omicron这个病毒 我们也请司机同仁上班前一定要快筛 那快筛正常才能够上班 那快筛如果有异常就要请假 然后去做这个PCR这个检测 不过即使执行如此严密的防疫作为 还是躲不过病毒侵袭 公车处长证实 上周有一名司机上班前快筛呈阳性 后经PCR确诊 之前有一位就是因为他快筛阳性 然后我们就请他去做PCR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有确诊 那我们这一些同分站的同仁 都有做一些依照卫生局的指示 做一些议价跟一些居家隔离 那目前这一些居隔的同仁 都健康都正常 那也恢复上班 对于有公车司机确诊 达成民众无奈表示 做好个人防疫工作最重要 买的还是要买 要去看医院的还是要进行 做好自己的防护啊 公车处方面也强调 这起司机确诊案件不影响各路线公车行驶 接下来也会持续要求各路线司机 落实各项防疫作为 全力维护乘车民众与公车司机的健康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而市议员苏仁和特地制赠警察局第三分局 及疫警三中队共一万个客制化象征警察和疫警合作图案的医疗用口罩 协助警方和疫警共同抗疫 维护好社会治安和交通 一万个客制化象征警察和疫警合作无间图案的医疗用口罩 相当美观好看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身兼疫警三中队中队长的基隆市议员苏仁和 在特助林昆明以及有二里长苏丘福配同下 特地到警察局第三分局制证三分局 包括辖下各派出所远警七千个口罩 以及疫警三中队队员们三千个口罩 总共一万个客制化医疗用口罩 协助警方和疫警共同抗疫 维护好社会治安和交通 医疗的立场上中队长的立场 我们的顾问团 我们跟我们的顾问团就接近一万个口罩 那给我们第三分局 我们所有的派出所 还有七成的远警 跟三分局的所有的同仁 在这个未来的防疫上 能够更有有所 能够防防自身的安全 那还有我们的疫警的弟兄 那当然我们也要必须要 要照顾到自己的本身的安全 对于议员和疫警 山中队的支持 三分局分局长代表远警们 由衷感谢 那今天特别谢谢中队长这边 捐赠这样的一个防疫物资给我们 那其实现在不管口罩 快塞剂 酒精 这些对于我们第一线 要接触民众的这些公务单位来讲也好 都是非常珍贵的一个防疫物资 所以这边代表三分局 特别感谢中队长 团长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做好 我们警察的本份工作 不管治安 交通 为民服务 这部分就请社会各界 再给警察多多的支持 那我们会持续的把工作做好 苏仁和特别感谢 三分局远警们在严峻的疫情中 执勤的辛苦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另外市议员张炳钦 结合基隆市乐活人生发展协会 理事长张晴皇 特别募集到 一百份含快筛试剂等防疫及生活物资 亲自送到中山区 被匡列无法出门的民众家门口 协助解决蓝莓之急 亲自拿着包括一户一个快筛试剂 防护面罩等防疫物资 以及白米和罐头等生活物资 走上楼梯紧急送到被匡列居家隔离 甚至是轻证确诊民众家门口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不少被匡列居家隔离 甚至是轻证确诊居家照护的民众 在采买民生物资 或是快筛试剂方面 遇上不能够出家门的问题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结合基隆市乐活人生发展协会 理事长张景皇 特别募集到一百份含快筛试剂的生活 及防疫物资 亲自送到民众家门口 协助解决蓝莓之急 当然我们市政府有提供防疫保 只是因为确诊人数太多 我们防疫的资源不足 导致有很多确诊者或居家隔离者 并没有办法收到我们的防疫关怀包 那秉君特别跟我们热活人生发展协会 理事长张景皇来去研议 我们希望用自己本身的力量 来去照顾到这些确诊者 然后或者是居家隔离者 他们没有收到物资 而造成生活上困苦的一些民众 那我们也特别准备了酒精 口罩 包含快筛剂 还有白米 面条 还有一些民生物资等等 来亲自送达他们的居家住所外面 那一来也是希望就是说 在这个研禁的剂情中 我们可以提供一些些的温暖 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用心 我跟张炳君服务处 除了提供一些防疫物资以外 还有提供快筛剂 希望窃诊者在家隔离的窃诊者 有需要的话 请你打电话到我们服务处来 我们会专人送到府上 张炳君和爸爸张景皇父子梁也强调 疫情严峻 只要中山区的民众有需要 他们都愿意竭尽全力 来帮忙民众度过疫情难关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位在七堵区的长新地下道 最近被民众发现 部分的地砖隆起破裂相当严重 市员杨秀玉争取公务处 在这两天要紧急处理 先用水泥铺平维护行人的安全 在七堵火车站旁边 重要的车型以及人型地下道 长新地下道 最近被民众发现 部分人行道的地砖隆起破裂相当严重 已经影响到民众行走的安全 因此民众向基隆市 议员杨秀玉反映后 杨秀玉也亲自到现场了解状况 并且争取市政府公务处 在这两天内紧急处理 先用水泥铺平破裂的地砖 维护行人的安全 我们亲自国车站的长新的一个陛下道这边 那昨天有民众请过说 这条这个钻道 这个人的地砖的布班进入非常地温重 融权 非常地温重 那我昨天晚上 马上我刚才给民众科的这个 这个科长 请他们来寻找 他据我了解说 他们做过圈的什么故事 他们愿意来帮忙 那刚刚我也跟民众科的科长 评诺过了 他说明天会请那个相关单位 施工单位 会在现场做R7的那个 就是水泥的一个 先填底 先暂时 就是说 还给用户人的安全 那也谢谢我们那个合科长做事 非常地用心 这一点真的值得我肯定 那也希望我们相关单位要注意 行的安全 尤其是跟我们老百姓每天生活在 一些相关的议题要重视 杨秀玉表示市政府公务处指出 这个地下道应该是属于台铁局负责 不过为了保障民众安全 公务处将会先行来做紧急处理工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宜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死云寺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安乐区安定派出所前是个大弯道 过去车祸平船 最近就有一辆白色轿车过弯时 撞上了停放在路旁的车辆而翻覆 还好驾驶没事自行爬出车外 提醒您过弯道时要记得减速以车安全 大马路上紧紧跟着四轮机车的白色轿车 接着过弯下一秒 白色轿车突然往左翻了一圈 整个车子四脚朝天 晃了好几下才停住 回到事发现场 地点就在安定派出所前 翻车第一时间 派出所听到巨大声响 远景都跑出来查看 索性驾驶只受到轻伤 还能够自行爬出车外脱困 由于地点就在派出所旁边 本所远景听到巨响后 立即前往查看 发现一车辆已翻车倒在路中央 驾驶已经自行爬出 索性并无大碍 事发在24号早上9点 安一路安定派出所前发生车祸 当时白色轿车从安乐区 往四区方向行驶 经过派出所50公尺附近 突然发生侧翻 驾驶事后向警方攻称 因转弯不慎导致 插撞到路旁的停放车辆 因而失控翻车 由于事故地点就在路中央 于是本所远景立即 管制双向车流 以免影响回堵 并有交通队会测 以厘清事后责任 警方对驾驶实施酒测 并没有酒驾 而实际的开车走一遭 这里是峡坡路段 路幅又弯 地面上还有提醒大志要慢行 看看路边车辆不但留下了长长刮痕 另外一辆轿车的车尾被撞凹 现在驾驶不但要修自己的车辆 还要赔偿 还要赔偿其他车辆 维修费恐怕不小数字 记者黄绍铭 金融报道 中央集团积极推广媒体试读教育 深入社区与学校进行宣导 更招募有志成为公民记者的国民 用镜头记录在地的自然生态 宗教人文艺术与在地的特色 中央宽评吉隆 也特别到校园宣导在地影像赔力增进活动 邀请学子一起来参加 其实台湾新闻是有报过乌克兰冲局 就是重刑犯冲局这件事情 他其实是假新闻 中央宽评吉隆媒体试读团队 到基隆商工向学子传递 分辨真假讯息的技巧 而为了进一步培育在地影像人才 用镜头记录在地 今年也特别推出 在地影像赔力增进活动 讲师也邀请基隆商工同学们 踊跃来参加今年的影像增进 中央宽评办理这一次的 在地影像赔力计划 是希望小朋友透过在地的生活记录 在地特有的一些画面 人文历史相关的一些记录 我们也提供奖学金 来作为小朋友的鼓励 希望他们能够踊跃的参赛 本次我们在基隆 我们首先先到基隆商工 去做一个宣导 索性基隆商工的小朋友 其实反应也非常的热烈 那希望呢除了基隆在地的 小朋友之外也有更多的学生 一起来共襄盛举 那我们参赛的影片其实分成三组 有新闻制作啊 然后短片啊 以及跟这个在地节目共有三组 那其实在新闻的部分呢 我们的规定其实只要一分钟以上 那到短片制作的话是三到五分钟 那在地节目的话就是半个小时 其实都跟我们记录在地人文是有相关的主题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因为我们目前有学到无人机这方面的问题 那虽然大家用手机就可以去拍一下 我们日常所看到的一切 那无人机可以帮助我们去 执行一些我们比较没办法达到的地方 可以去拍摄那些地方 我觉得像是 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去偷砍山上一些树木之类的 那我们无人机就可以去拍那样子的东西 或者是小动物因为没有了家 然后离开了那些场面 让大家可以更加去警惕到这件事情 像是最近的环境议题 就可以利用到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无人机 因为有些地方人没办法走到嘛 无人机搭配上手机的拍摄 可以直接飞到上面去拍摄 拍摄那些地方 在这一次的这个媒体视督 跟影像培例的部分 其实对我们学校的学生来讲 应该是比较加分的 因为以往我们的作业 都会是分组的一个情况下去进行 那学生回馈的部分 大概是在分数上面的一个反应而已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把作业 再变成一个可以对外的作品上 那甚至可以再拿到一些些 补助的奖金的话 那我想这样子对整体来讲 是一个很加分的 那也可以让学生更积极的在琢磨在这一块的作品上面 可不可以再呈现得更好更加分 其实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以往都会在排不同的时段时间 那会到基隆各个比较可以去彩点的一些环境 那或者是可以搭配的一些场景里面 去进行不同的体验 那如果说可以的话 也会搭配到空拍或者是影像的部分 去做统一的结合 那其实以往都还有在参赛影像比赛的部分 中家宽平基于在地媒体责任 近年积极推广媒体试图教育 今年进一步培育在地影像制播人才 只要是中华民国国民 不限个人或团队报名 各年龄皆可参加 经评选而入选的影片都可以获得奖金 那我们的线上报名系统呢 我们会一并的公布在我们中家新闻的粉丝团 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订阅我们的中家新闻粉丝团 关注我们最新的消息 在地向违力计划 赞 记者陈淑平基隆报道 在带来看暖暖区白公园 以往硬体设备不足以及环境脏乱 但如今全面翻转 在市议员联恩典的争取下 不但稳固及加快了阶梯 铺设步道止滑砖 将地整坪改善阶梯俯首串联地方公园 更号召志工们一同种植花卉 打理里内的后花园 整坪的楼梯解决地形的高地落差 志工们除去杂草种上花卉 用实际行动表达爱家园的心 我们住在这边 这个步道本来就是高地不平 大街小街斜斜的很难找 后来就是因为连一眼 他帮我们争取就重新再做过 所以现在的阶梯是 每个阶梯都差不多 比较好走 我们家愿意走 因为之前就适合人会发展 以前的话 这个都是没有像打水泥这么干净 现在真的景观改变得非常的好 都是要感谢议员的争取局 里长的付出及志工伙伴 大家共同的参与 才有今日的成果 我爱白公圈 另外从小在这儿长大的孩子 趁着青年服务日一起投入爱护 今天是合计青年典 然后学校也有限跟连恩典的一员合作 争取到这个来社区服务的机会 就是我从小到大我到大的公园 里长和志工们都很感谢 市议员连恩典 争取经费改善白公园 让地方民众有舒适的生活空间 在这一次甚至平常都大力关心我们的地方 尤其是我们阮同里 阮同里的台公园 可以说是我们居民的后花园 在大力景速之下 投入大笔的经费 来改正我们一些型的安全 提供我们一个非常休闲良好的环境 阮公园在阮阮市一个对社区来讲 相当重要 也大家蛮依赖的一个休息的场所 特别是在我们暖暖吊桥的前面 不管我们的景色 或者是我们运动的场域 还有这个范围里面 我们特别是暖暖这边都非常的喜欢 那这一次借着这个机会 把这边的这个阶梯做一次整理 然后我想会对这些 来运动的这些的民众 会更加的方便 稳固及加宽阶梯 孤涉步道脂肪砖 将地整屏 改善阶梯俘手 串联地方公园 营造美好生活 提升幸福感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啊也没确诊 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 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 只是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 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